加拿大两个省份野火燎原 卑诗省东北部山区城镇 纳尔逊宝灾情严重 官方形容火灾特性属于极端程度 数千居民被迫撤离 临近的省份也发布疏散警报 石油重镇爱博塔省的野火同样失控 从画面可见爱博塔省大火肆虐 导致滚滚浓烟从草原地区冉染升起 位于当地的能源业重镇 麦克莫里堡采取野火季节的第一轮行动 发布疏散警报 当地将近7万人口受到影响 爱博塔省政府星期五表示 麦克莫里堡森林区的野火危险程度 已经达到极端等级 失控的野火面积达1000公顷 当局预测当冷风 也就是冷气团前锋掠过当地 强风可能助长火势 加拿大环境部指出 今年恶劣的天气条件 可能引发灾难性野火剂 稳 Podcast的音频 在感谢问 能量的核心下 机会 在感谢观看 能量的视频 应该承问 11